近日山西大同公安局云州分局 破获一起出售变造核酸检测报告的案件 嫌疑人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 罚款1000元 1月18日 山西大同贝家造派出所接到举报 当地贝家造村 有一复印店出售制作的核酸检测报告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复印店老板魏摩岗通过修改名字 以及身份证号码的方式 出售变造的核酸检测报告11份 从中获利2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 魏摩岗的行为 涉嫌伪造变造 买卖公文印章证件证明文件 公安机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 并处罚款1000元 目前警方还在追踪 购买变造核酸检测报告的买家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请不吝点赞 谈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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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谈赞